大家好,欢迎来到鱼圈爆姐 每逢娱乐圈里的大型活动,各路神仙祈祷场,少不了争气斗艳 明星们为了成为全场最佳,可谓是拼尽浑身解数 于是场面上除了美女帅哥多之外,就数各种尴尬最多了 那叫一个搞笑又心酸,本期视频跟着爆姐一起来看看,都有谁在红毯上有过尴尬瞬间吧 1.孙飞飞 她被称为古装第一美女,学生期间就出演了李渭当官 尽管她饰演了一位小配角,美貌也足以让大家注意到她 可惜戏份太少,热播的刑侦剧《重案六组》才真正让孙飞飞出圈 同时被导演张继中看中,当时正是神雕侠侣筹拍之际 小龙女一角还未定下 于是张继中在当时看中的蒋琴琴和孙飞飞之间进行投票 不过最后都清楚这个角色被刘亦飞给拿下了 好在后面的碧血剑,平宗侠影,孔雀东南飞 给了孙飞飞当大女主的机会 她的事业本该蒸蒸日上 结果却在2009年《美人心计》播出后 脸部僵硬的孙飞飞卷入了整容风波 随后一直不温不火 一次意外的发生直接将她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2016年,孙飞飞因参演电影获奖 事业终于有了起色 怎料在走红毯时扑了街 当天她一袭白色抹胸礼服 穿过主持人时不慎被其踩到裙摆 礼服直接掉了下来 险些将自己暴露人前 这件事情的争议也由此而来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当时应该双手紧抱 防止走光 而孙飞飞却两手打开 很难不让人怀疑她的意图 2.刘涛 刘涛最近的作品算是承包了国内各种女性成长剧 她不仅生活中有条不紊 电视剧里的造型也走在时尚前沿 在真人秀上刘涛向各位展示了自己优秀的双伤 不过她在择偶方面却并不是很拿手 丈夫王科频频让她成为网友茶余饭后的话题 刘涛的过往就是必不可免得往外泄 一次活动 刘涛一身温婉大气的黑色礼服从红毯上走出来 登上舞台致词过程中 前一秒还在和人互动交流 后一秒意外说来就来 只见刘涛系在脖子上的肩带逐渐滑落 还好她反应灵敏 手机眼快地先捂住胸口旁边的男士 也是一脸惊讶的瞪大双眼 虽然虚惊一场 刘涛心里恐怕也尴尬到了极点吧 3. 楼一霄 楼一霄的成名之作非爱情公寓莫属了 剧中的胡一飞是当年多少女孩心中的完美女孩 要学历有学历要颜值有颜值 而且还很会唱歌 其实楼一霄起初并非一名演员 大学期间 楼一霄的专业是舞台剧 曾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 她用专业的唱功惊艳观众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楼一霄唱歌好听并非完全属于天赋 而是专业的 或许这就是打工人的无奈 因为行业的不景气 为了能够维持生活 楼一霄不得不放弃追求多年的梦想 成为了一名演员 尽管世事都想做到完美的楼一霄 也曾有过红毯之上的尴尬 2020尖叫之夜的红毯上 爱情公寓成员为新剧宣传 一身反光灯心容长裙的楼一霄 美丽大方 结果在拍照的环节 突然就原地转了起来 网友戏称楼一霄 当晚像是一个滚筒洗衣机 一旁的李嘉航 除了无措就是尴尬 如此一来倒显得另一位女嘉宾 李金明低调许多 事后楼一霄也解释 因为礼服用的材质原因 转起来拍照才会好看 除此之外 楼一霄还打破了红毯的传统 一般而言 红毯上的造型都是现代流行的 或者复古的 而楼一霄则将传统融入到当中 一身古装造型亮相现场 成为当天最靓丽的风景线 4.赵英子 模特出道的赵英子 靠着清纯甜美的容貌 在夜内很有名气 后来也顺利转行 进入娱乐圈演戏 随后一连拍摄多部女主剧 让人对她印象最深的 或许是因为爱情有多美 以及系列剧因为爱情有奇迹 虽然这些电视剧 在湖南卫视的收视率都不错 但赵英子 未免有些巨火人不火的尴尬 即便如此 她也并未能挽留住较高的热度 直到冬天的一场活动 让她一招摔倒天下之 精致的女明星到哪都精致 尽管是零下的冬天 也能穿着抹胸漏肩的裙子 待在室外 赵英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突然神色不适 还没等主持人问话 就亮相两步 晕倒在众目睽睽的红毯上 只不过她的一摔 没有让网友怜香惜语 反倒引来嘲讽 因为赵英子倒下前 事先往后看 加上动作并不流畅 网友大都认为 她是在假摔蹭流量 毕竟黑红也是红 说起冬天走红毯 除了某些意外 明星们僵硬的表情管理 也心酸中带着搞笑 比如霍思燕一家 嗯哼动到紧握拳头面部正宁 霍思燕感觉后 槽牙都要咬碎了 关晓彤在寒风中缩成一团 直接冻出眼泪 光看图面都能感觉出她的煎熬 男星相对来说 有层西装保暖 但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林佑嘉就当场不顾形象 百米冲刺般跑下舞台 嗯 张雨起 张雨起可谓出道级巅峰 姓女郎成名后 更是不惜天价违约金 也要另谋出路 在妖猫传中 张雨起的演技再次惊艳观众 她身上的最大的争议 大概就是感情方面 脾气火爆的女人最不好惹 张雨起就是如此 有传闻当时她原巴原感情危机 直接不顾形象动手 还惊动了警方 张雨起也是将性格灵活运用到了红毯上 全程不断凹造型 还因为超时被工作人员催促 略显尴尬 六 景柯 单提起景柯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应该没听说过 认为她大概是一个十八线艺人 不过要说起她的成名事迹 你或许有印象 多年前 盖纳红毯上曾出现过一个东方面孔 景柯一身绿色礼服大气亮相 红毯还没走完她的射死瞬间就出现了 前一秒还自信美丽 下一秒狼狈摔倒 更尴尬的是 她掉在红毯上的奶瓶 虽然景柯身为一个母亲携带这些很正常 但是突然暴露在红毯这个场合 非常突兀不说 也让她尴尬到表情失控 这一幕应该至今都是经典名场面了吧 7.陈乔恩 陈乔恩作为台湾偶像剧 收视率女王 绝对是鼻祖一样的存在 直到余正邀请她出演 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 陈乔恩的内地市场算是彻底打开 不知道是不是走红毯太高兴 陈乔恩激动了 只见她在剧里主持人一步之遥时 突然被红毯绊倒 亮呛一下后 紧接着就在镜头面前 给大家提前拜了个早年 这猝不及防的意外 让陈乔恩自己都忍不住笑场 因为红毯摔倒的是数不胜数 网友当时还质疑陈乔恩是故意为之 以此博取眼球 虽然事后陈乔恩有过解释 但当晚的风头确实别无二人 话又说回来 以陈乔恩当时的名气 确实不需要有这样的心思 8.李飞儿 说起李飞儿 他在圈子里最大的标签应该就是黄晓明了 身为演员他作品的热度 还没有绯闻大 此前他曾参加某个活动 一身西装短裙 刚一出场就被地毯绊倒 实在是尴尬 说到这里 李飞儿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出球了 早年参加国外红毯 李飞儿选了一套抹胸裙 可惜当天他非但没有留下自己的绝美姿态 反而因为李飞不贴身 将打底名惶惶地暴露在外 而且当事人好像还毫不知情的样子 9.陈豪 要说李飞不贴身的尴尬 李飞儿是一种 另一种就是陈豪了 还没有淡出娱乐圈之前 陈豪那叫一个魅力女人 她的作品粉红女郎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剧中的身材也叫一个恶魔多姿 但是这位姐还在江湖时 球也没少出 当天陈豪也穿了件抹胸 但礼服的维度实在太小 虽然戴着大项链 那也挡不住这份尴尬 虽然没有走光 那心情估计也差不到哪去 10.七威 女明星谁都想把最美的一面留在镜头前 在选择礼服方面 自然要凸显自己的好身材 七威早年参加庆典时 选择了一条高开叉白色长裙 可能是想把腿露出来显长 结果动作太用力 出现下面一幕 不过这种尴尬张子怡也有 张子怡有着大部分女明星没有的荣誉 不仅在国内是一线大明星 在国际上名声也不小 她和美国那位富豪的恋情真是相当有名 狗仔还拍到过两人在沙滩上约会 除了甜蜜之外 某些场景的尺度也十分大胆 这种尴尬还不少 还是嘎纳红毯 张子怡摆动群摆力度过猛 真不值得是刻意为之 还是实属偶然 红毯是明星的战场 也是聚光灯聚集的地方 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形象 避免用力过猛 好了 本期盘点就到这里 你对谁的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下期视频